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在熊鹿击败太阳夺得2020-21赛季总管军时 远在东京备战奥运会的多兰特接受采访时狂赞熊鹿 他认为熊鹿接下来有机会建立王朝 毕竟对于熊鹿来说核心阵容合同稳定,年龄正值巅峰 字母哥又经过此次旧赛蜕变,此时无疑是一个建立王朝的难得机会 但是对于熊鹿和字母哥来说,下赛季的卫冕之路或许会变得十分艰难 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对于所有卫冕冠军来说,面对无数通过军备竞赛掠夺高质量拼图的豪强球队 想要在接下来的赛季中继续守住总冠军的位置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毕竟冠军就那么一个,很多球员都想要去争夺总冠军来给自己镀金 而且对于豪强球队来说,拿到更多的总冠军也能给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看到,总决赛尚未进入支持 联盟中各支球队就开始留言自己 各队招兵买马,组建超级球队的消息,此起彼伏的 无论是能够跳出合同的伦纳德 还是已经完全成为自由球员的中投量载多罗赞 还是将要离队的老江洛瑞 以及刚刚输掉总决赛,保到不老的保罗等顶级球员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再次催化出一支 像上赛季篮网一样的超级强队,加入总冠军的争夺战 乖乖,如果再出现一支超级强队 那联盟这群雄逐落的局面又要变成两强相争了 所以联盟大概率不会再次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毕竟,上赛季的篮网组建超级球队就已经遭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质疑联盟的不作为 所以下赛季,联盟肯定会管控超级球队的诞生 最多每个队平均分一分,平衡联盟的局势 如果这么看的话,那雄鹿建立王朝的机会似乎变高了 毕竟,球队的三位局队核心 字母哥、米德尔顿以及霍勒迪都曾签下了续约合同 到期最早的米德尔顿,直到2024-25赛季前才会获得成为自由球员 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雄鹿都将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阵容 相比较于还要磨合的球队来说,他们显然占据了优势 但是雄鹿也不能就此掉以轻心 他们还是需要对即将到来的选秀大会和自由市场做好准备 着眼未来的同时,理清续约和补强的脉络 毕竟,雄鹿本赛技能夺冠 一方面是波底斯、福普斯、康诺顿、洛佩兹和塔克这些球员都有这注意的贡献 他们在攻防两端做到了最好 这才让雄鹿三大核心减少了巨大的压力 得以发挥出更好的实力 所以,在休赛期,他们需要对队内局的球员进行续约 前人的经验都已经告诉过我们实现未免的球队 在争冠的那几个赛季,重要的角色球员都不会离队 仍旧还是在阵中 即使他们的发挥不在出色 但是,他们在场上起到的作用却是别人难以替代的 因此,对于雄鹿来说 休赛期,他们不得不考虑塔克和波底斯等人的虚约问题 虽然说塔克已经36岁 但是他依然具备防守多个位置的能力 与篮网和太阳的系列赛 他对于杜兰特以及布克的防守是布登霍尔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 说实话,塔克这球员是真相 而且,要知道这种防守老将都是越老越妖 看看伊格达拉的表现便能够一跪端倪 所以,在休赛期留下塔克是雄鹿冠领层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其次便是波底斯的续约问题 他在休赛期跳出38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在本赛季和球队签下1加1合同的波底斯可以说是完成了一笔极其划算的投资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成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带着场均11.4分以及47.1%高居联盟第三的三文球命中率 波底斯无疑将会寻求一份年薪超过1000万美元的合同 毕竟,没拿过大合同总是会心痒痒 再加上现在也已经是拿到过宋文军了 所以他肯定会去寻求一份大合同 而这份合同对于熊鹿来说或许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在休赛期,波底斯或许会成为熊鹿的离队第一人 但没关系,只要熊鹿留下了塔克 那么等到下赛季,迪文琴所等人付出 他们依旧还是具备着充足的实力 另一方面是本赛季休赛期短,赛成密集等中的原因 导致今年季后赛顶级球员的伤病形式创造新高 几大争冠热门的核心球员都饱受伤病困扰 例如东部的蓝王组建三局头后 季后赛打到最后,居然只剩多兰特一人,没有遭遇伤病 开尔托人的双探花早早只剩下塔托姆一人 即使是熊鹿自己,也有字母哥缺席关键比赛的情况 而在西部星科MVP约基齐领军的决心 早早失去了他们的外线核心木雷 紫禁军团的两位核心整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 前年的FMVP伦纳德也因为伤病原因早早告别旧赛舞台 而下赛季不出意外的话,充足的修彩期将会带给这些强队更为整齐的阵容 这也会让熊鹿未免的形式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熊鹿下赛季想要实现未免 最重要的还是字母哥,他还需要进一步进化自己的投篮包 要知道,前几个赛季制约熊鹿更进一步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字母哥的投篮甚至发篮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他在关键时刻很难站出来拯救球队 而本赛季成功夺冠,一部分与一路上始终没有遇到强烈的重型封线和顶级内线有关 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字母哥在总赛舞台上 投出了人们一直期待他能够进化出来的稳定投篮和发球 如果这只希腊神兽能够在下赛季证明自己的投篮表现 并非昙花一线,并且能够继续加强自己的三分投射 那么无疑将会给熊鹿的王朝之路增加一份大大的筹码 其实在NBA想要未免真的难如登天 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世纪初的胡人以外 也仅仅只有科比加三高的胡人 三巨头的热火以及五星勇士完成过未免之举 但他们都没有完成三连贯成为王朝球队 所以对于熊鹿和字母哥来说 如果他们想要加入历史上这些未免连贯的伟大球队之中 今年的总冠军仅仅是一个开始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订阅《球哥》不含糊